我們今天又有東西學習了 今天我們找到吳師傅教做客家麵 因為以前香港的漁民 大部分客家人是香港本地人 所以客家人和漁民都流行吃這個麵 麵主要是由海鮮組成 湯底亦是由雜魚煲成湯底 因為我們煲開時間 所以第一件事先攪拌湯 什麼魚都可以 梳洞或者炸眼雞都可以 今天我用了紅三魚 鹹菜我們先切走它 不用太大塊的 因為攪拌在麵裡吃 大塊就放不進 我們一定要用客家鹹菜 一來它的鹹度沒那麼厲害 二來它煲久了它本身是可以吃軟的 但是如果調了鹹菜一煲久 它變軟了 失去了爽的特色 那我把鹹菜放進湯裡 現在就是雜魚加鹹菜湯 沒錯 但是我都會用雞湯底打下去 單純雜魚加鹹菜不夠味 剛剛好喝 一加麵下去就淡了 接著處理其他材料 這個就是猛仔魚 很大條 十幾二十斤重 一條 這個山湯 一定要用猛仔魚 才是正宗 油香很重 吃下去的時候 有些人不習慣那種魚味太重 就會覺得它腥 但是我們客家人習慣了 特別喜歡這種味道 這塊大概是十一兩左右 現在的猛仔魚 就由五至七至七一兩 留心一下 我們從這個芥花 就是建筒 一定要在裏面戒 不可以在外面戒 外面戒 外面戒不會軟的 斜刀一邊戒 接著我們切個三角形 這個叫國花 別人叫大廚 別人叫沙插 大廚 拔了黃色的部分 這個去拔 還有這個黑色的部分 拔了 這個就是青口 今天我選用了紐西蘭青口 大廚很多 看它有膏 比較肥 先將青口 拔到水裡拖水 這個草 你見不見 你不要拔出來 這樣拔出來 會很爛 我們將它放在這裏 夾住它 這樣拉 這樣就出得很乾淨 也不會弄爛它 這個盒仔咸面 傳統 原裝正版 是用油面 我覺得油面 沒有台灣麵 這麼好的 而且粉麵 有些面繩 鮮製的台灣麵 這就是最好的效果 夠彈性 還有它滲很久都不會軟 所以我很欣賞這一面 這個湯 我隔了魚骨 就倒進鍋裡 它再滾起 它就加胡椒粉 現在我開始錄那些材料了 那如果我自己家裡的客家咸面 有一個特別 它真的沒有的 就是客家肉丸 這個肉丸是用膠魚 和半皮獸豬肉打的 肉和膠魚一比一 但是那個肉 皮獸也一比一 假設是四兩 對四兩 那就是半斤 兩個加起來 膠魚也半斤 非常之彈性 誰需要時間長一點熟 那就早點下 先下 完成完成 可以看看製成品 忘記吃一餐 那時候 怕的 打人包 什麼都沒有 還有學生症 那些 香港人 自己救 搶學生 交學費 好 每個人都比 好 好 來